各位贵宾,转眼见又是光辉灿烂的实业 今年因为疫情关系,我们在视频中与大家一起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武汉肺炎造成全世界严重的伤害,台湾更是首当其冲 幸好我们在全民团结合作之下,成功守住台湾成为全球防疫的典范 也证明公开透明才是防疫的最佳机制 台湾不仅防疫得当,使人民生活快速恢复 也及时提供医疗物资,兼证给全世界80多个国家 此外,台湾经济也展现高度的韧性,大量资金回流 成为少数经济正成长的国家之一 中华民国坚信民主是普世价值,也是全人类应该走的道路 印尼是全世界人口第三大的民主国家 我们共同享有民主体制,共同守护民主价值 希望两国携手合作,共创繁荣的未来 最后祝福中华民国与印尼共和国国运昌荣 也祝福各位贵宾事业顺利,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